各位好朋友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女孩子 他今天要接到一班酒吧的火車 當然今天來到這個車廂的圍的當中 他發覺到有一位女人接到他的圍的電腦 但是他就先看到他的車票 最寫對之後他接到這個選擇 他就說 先生不好意思你做到我的位置了 不然他說這個女人真的沒有這個品牌 他就大聲對著這個女人來講 你生命你 你不看我 這個圍是我的 這個女孩子是這個大的這個母親的好 他怕沒有人家來放棄 他就站在這個點點就是這個圍的 他帶著這班火車 繞繞繞繞繞繞繞 來才行的當中 他帶著這個選擇來講 先生 不好意思 你坐這個位置沒錯 但是你坐錯車子了 這班車是要酒吧 不是要入籃 有什麼事情 不是說大聲就好 用這些就好 要慢慢來思考 很多事情就可以很圓滿的解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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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